大家好 看回這個星期市況的恆指 差不多由二萬多幾點起步 到星期尾來說的首指 差不多是天戰高位 到接近二萬二千點水平 向著你和一百天前進發 升幅算是不錯的 我想最主要是有賴大家對落地 經濟政策方面的推動 另一件事實在是科技股的表現 他們的推動一直維持強勢 變成帶動指數有條件 我想下星期只剩下四個交易一欄 但預估也是半年結算的情況下 還有條件會推動向上 我想動力繼續存在 憑指是承接著這星期的勢頭 雖然成交可以增加多一點 以1200億作為一個指標 看到獨輪指標現在 可以上回接近60的水平 我對市場繼續推動向上 也算是挺有信心 在這星期的市況來說 也算是有些主題的切換 但見到這股份的升勢不是很快閃 即是一兩天的貨幣 例如見到一些代險股 或者之前炒得比較差一點的 可能有部份的 承接著這個星期尾段 開始上升的一些生物科技股 甚至乎有些光復股 又再維持新的升勢 所以也算是 反反輪動的正面情況 我自己覺得 都可以反映資金的躍動情況 投放在股市身上 所以如果這方面持續 我自己也覺得 這次比起上個月初 如果沒有6.09日 試一百天線 這次的動力也強了 而且這次的一百天線也升了下來 配合回到特殼 我想會再看二萬二 甚至乎會否再積極一點 但看看有沒有機會 在6月底或7月頭 會出現的二萬二千五百年水平 當然近期來說 選股份、選板塊都比較重要 一些股份 例如這個星期 由頭上升到尾 越升越有越強的 汽車股整個產業的板塊 都算是基本上有受惠之外 例如剛才說 另一方面 見到一些個別債藥股 或是生物科技股 都慢慢做 其中一隻 除了值得提高 比較上指數重磅的269 藥物生物 也算是慢慢上升 現在接近70元水平 另一隻 其實都是生物科技股 我覺得都是重磅的 但近期來說 看到很多不同類型的藥物 都分別是有審批的推動 即是順辣生物 我自己覺得 其實都值得留意 它的星際不是純粹是跟整個板塊上升 即是說是 有不同的消息 分別是說 用於一些食管律癌化的治療藥 亦都獲批上市 其次來說 亦是說有五項藍症相關的藥物 在印尼審批 還有一些醫治是高膽腐純血的創新藥 亦都是上司王派 所以變成很多這些 不是純粹是資金借細炒產館 而是有些證明員能夠更進 所以我想這也是說 如果承接著 其實都是伸出的板塊 科技股開始 都算是有比較 給大家一些信心的推動之外 BioNTech股份 有時有部份 即是說不是相對地那麼受惡 即是說藥品的政策 帶來採購那些推動來說 可能都有機會釋放在投資價值 信賴生物都會是幾種一隻 可以留意 如果現在帶上股價 看看有沒有機會去沙發至四十元 如果跌穿三十元紫成 我本身持有這隻股份 我們看到了 今個星期來說 恒指的走勢其實不錯 在尾段的時候 再加多400點上去 預計下星期也有幾個因素 投資者可以留意 第一就是25周年的回歸 會不會在股票市場上也是 歌舞升平地 慶回歸 所以有機會可能會做得好一點 另外還有 就是下星期三就是期指結算 會不會大戶也借勢 會劫高的指數來作一個結算 投資者也要留意 特別是因為6月份 也是基金的半年結 會不會是半年結粉飾儲章的日子 都有機會做好一點 幾個因素加起來 所以接下來這個星期 後市我都會看得比較好一點 有機會挑戰之前6月份的高位 大概是22,100點左右 這個水平 所以如果接下來這個星期 要做淡的投資者 可能要小心一點 至於個股方面 都可以留意一隻3323 就是中國建財 水泥股 第一就是跌到大概8元的水平 最低試過穿了一點 7.98元 7.99元 但是8元左右 大概這些位置 都算是守得挺穩的 第二就是看到 這個貝克來也有增持 增持到超過5% 估值來說 現在其實算是偏低的 再加上 接下來就說 中央一定要振興經濟 如果你要振興經濟 那你一定要搞基建 另外你要搞內房 都是跑不掉的 特別內房還有一些債務危機等等的問題 無論你要移動基建也好 移動內房也好 你對水泥的需求都會增加 所以在這個時間 我覺得都可以值得吸納 特別說現在的股息率 有差不多10厘 所以都是一個挺吸引的水平 還有現在傳統上來說是 因為夏季 水泥的淡季 所以也只是因為這樣 所以股價就跌了下來 但是反而我覺得這個時候 都是一個合適的 一個吸納的時機 投資者也不妨可以考慮一下 大家好 我是Alet 李澤明 今個星期 大肆終於有一個很明顯的改善 起碼收市的時候 可以站到或者接近100天線的位置 之前每次就無論是突破100天線 還是接近100天線 其實都很快跳投向下 但今個星期經歷了美股 歐洲股市穩定了之後 內地的高頻率經驗數據 亦都出現了一些明顯的復活息像 所以港股就明顯有一個做法的趨勢 似乎就是今次的突破 有機會站穩在100天線線上 甚至就是望高一點點的位置 暫時第一步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有機會下個星期就挑戰一下 22,200點的位置 我想現在的情況 對比上個星期 投資情緒有一個明顯的改善 改善源自兩方面 第一方面如果是美國或者歐洲方面 雖然之前大家擔心 美國因為高通脹的壓力 所以需要不停加息 加息的話有機會就會對於經濟 又或者是信貸 造成一個比較大的破壞或殺傷力 但我們看到近來 即美國雖然慢慢開始起動加息 但上游的原材料 已經看到有一個很明顯回落的跡象 油價隨著拜登、中東之行 大家覺得有機會 沙特或者其他中東國家會配合增產 從來就平抑了油價 油價已經率先在某些時間 已經回到接近100米左右的水平 未來看看有沒有機會 收回到100米左右 如果回到100米左右 我相信對於舒緩通脹的壓力 一定會爆炸 其次能源以外 上游的資源價格其實回落幅度相當大 如果你看銅、鋁、鐵、光石 價格的跌幅是相當驚人 同價已經完全跌穿了一年的低位 大家有印象就是在之前 其實我們看到上游的資源價格上升的時候 我們未見到中游的成本 或者下游的一些通脹出現 中間起碼滞後了可能有9個月至1年左右的時間 今次同樣 我相信上游的資源價格急速回落 未必有那麼快可以反映到在通脹或CPI身上 因為中間有一個傳導的過程 但通常的情況下 升是慢慢傳導的 跌我相信其實都應該是幾快可以傳導到 可能就會早一點 半年或者是久一點 可能八、九個月左右 都應該是可以傳導到下游的CPI 可以預期未來 無論歐洲或美國 通脹壓力的確沒有之前的預期中那麼大 如果通脹有所改善 美聯儲和歐洲央行的加息政策 未必在後段可以維持得那麼激進 當然短期的預期 即6月份那次加了0.75 7月份我相信再加0.75 都應該就不掉了 歐洲央行在7月份加0.25 然後9月份再加0.25 結束負利率我相信都是正常的情況 只可以預期歐洲央行結束負利率之後 之後的加息政策或路徑應該會稍微寬鬆 只要看到通脹水平有所回落 如果壓力減輕的話 這方面我相信是對於經濟衝擊或加息壓力 我相信是有一個舒緩的作用 再加上最近 尤其是6月內地的疫情有所緩和 上海和周邊的城市解封之後 復工復產的進度和高頻數顯示 某些行業的確是得到改善的 例如房地產的銷售是有明顯改善 汽車的銷售尤其是傳統車的銷售 會有一個明顯改善 然後部分的一些消費 例如最快就回復的可能是啤酒飲品 這方面的消費 其實我們都看到的數據相當英俊 我亦都相信這些有基本因素 唯一有數據配合的板塊相關的股份 未來一周或未來半個月 應該都可以延續到它的強勢 其次就是對於科網股減管的放鬆 我認為是有一定的進程 同一時間阿里旗下的買集團 有機會重新啟動上市 大家亦都覺得可能有機會 在短期內就目批這個主要的金控牌照 這個對於科網股的投資情緒和股值上 應該都會打了一致的強勢 所以以上的板塊 我相信在未來一段時間 即半個月左右 應該都會維持它的升勢 和相對於其他板塊來說 就維持它的強勢 大家好我是Kingston 蓮敬咸 就和大家緩顧剛剛過去那個星期的港股走勢 是反覆是向好的 星期一的時間 雖然都曾經行之跌回到21000點 最低見到20839點 但是之後那幾天的話 就是反覆地回升 尤其是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時間 來看的話就是有個幾好的表現 尤其是星期五的時間 也都升到整個星期的高位 高位來看的話 曾經試過21762點的 這個21762點的位置 也都曾經是突破了100天線的位置 100天線的位置 現在大概21722點 最終來計的話 恆指的收市是報21719點的 和100天線是相差了大概3點的 其實也可以這麼說 剛剛碰到是100天線的位置來收市的 那麼就 星期五單日就升了445點 升幅有2% 而計回整個星期來計的話 恆指是升了644點的 升幅有3%那麼多的 那麼也都是逆轉了 是先前一個星期 是跌了731點的 那麼就整個星期 有個不錯的表現 那麼最主要是受到 是幾樣因素 其中包括了就是 汽車的板塊 那麼國家各方面呢 在星期三的時間呢 再進一步呢 就是公佈關於 是汽車消費的那個 刺激相關的那些方案的 那麼其中呢就是 包括了是新能源的 汽車的購試稅呢 那個 那個 寬免 那麼原本呢 是預期是到今年年底的 那麼現在有 希望呢是進一步呢 就是將那個 那個 購置稅那方面 那方面呢 是延長的 那麼其餘呢 也都是 關於二手車那方面的 措施呢 都令到呢 整個 汽車的板塊呢 是表現相當之理想的 那麼再加上呢 理想汽車 理想 啊 這間公司的 那個 新的 新能源 車的 L9 也都是相當之火爆啦 那 令到呢 就 很多大行都看好 他們的發展的 那 令到股價那方面呢 都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升幅 那 除了是理想之餘的話 小鵬 或者蔚來 甚至乎 就是吉利 都有一個好的表現 那 所以大家 也都是 不妨呢 可以留意 是相關的 周邊的股份 也都開始 有所是 起動的了 那麼 這個星期來看的話呢 就是想 推介一隻股份 解釋一隻股份給大家 這隻呢 就是敏實集團 集團的 那就是 編號是 425的 那公司是主要做些 是汽車周邊的行業 包括了 汽車零部件的設計 生產 和銷售 那 產品包括了 汽車的 裝飾條 汽車的 裝飾件 那 車身的結構件 和 行李架 電磁箱 和其他的零部件 相關的 一些 生產 那 這個 業務來看的話 如果真的 看到內地那方面的汽車 還會是 有一 新的一輪的 熱賣的話 或者是 推銷那方面 來看的話呢 都會是 對於 周邊的股份 來計的話呢 有個幫助 當然 周邊股份 來看的話 還有很多其他的 那 現在這一隻的 敏實的話呢 都其實呢 就是 先前一段時間 在低位度呢 是盤整了大概 四個月 那麼多 那 見到 在星期四 和星期五的股價呢 已經是有 那個 起動了 尤其是星期五 有八個巴仙的 升幅 大家都可以 在現在 現價這些位置買 那麼 目標來看的話 可以 看高一點 那麼 大概 24至25元 都有個機會的 那麼 所以這隻股份來看的話 大家不妨可以 是 來近個星期呢 繼續是關注的 那麼 與其呢 來近個星期的股市來看的話 都應該會繼續 向好的 去到 就是 6月30號 半年結 或者是 就是 期指結算 都應該會是 有個不錯的表現 那麼 那來近個星期呢 有望呢 再突破 是一百天線 或者試一試 兩萬二千點的關口 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國龍證券的 林家亨 那為大家講一講呢 大使 來近 下個禮拜 的表現是怎樣 那呢 那 星期三的時間呢 就是港股的期指結算 亦都是 2022年的 上半年的 半年結 那你看得到 恆子其實整個 六月份來講 都是反覆向上走的 你看到 保利家通道的頂線 暫時來講 恆子大約在這二萬二千點 就是它的頂線 亦都是屬於一個叫做 左力的區域 但我覺得來講 雖然你看到下月的期指 是有少少低水 但我覺得都不介意的 它應該有能力 是碰一碰回 保利家通道的頂線 所以 在禮拜三之前來講 我都覺得恆子有機會 挑戰兩萬二千點的水平 因為始終都有個半年結 很多基金經濟都希望 在這個半年結的時間 分一分析窗脫 你看到恆子動力足夠 很多其他大型科技股 那些重頭股 藍籌股都有少少的動力 是繼續上升的 所以 在這個禮拜來說 暫時看著這二萬二千點 這個高位 用來吃股 按照片